来,今天要分享这个紫薯小松糕 准备一下简单的材料,你们可以截图起来 先把这个120克的紫薯把它切小块 然后我们大火蒸10分钟 蒸好后,我们就把它取出,然后压成泥 然后我们准备这个模具,把它烧一层油 待会比较容易脱模 倒入两粒的鸡蛋 加入70克细砂糖 再用中速把它打至乳白色 打到这样八只不消就可以了 再加入120克紫薯泥 继续打,打至它均匀 再加入50克的玉米油 再把120克的脂肪面粉过筛 然后再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喜欢颜色比较深一点 你们可以加入一点少许的这个紫薯粉 再把面糊倒入这个模具 我这个食补可以做10粒 如果你们家里比较多人,你们可以做双份 最后我们大火蒸一个15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,蒸好了,圆滚滚的有没有看到 稍微凉了一点,我们就可以把它脱模了 喜欢我的这个简单食补 记得帮Angelo按赞、关注与分享哦 感谢观优优独播放